为了落实照顾大洁安地区的儿少家庭 华林县政府向中央争取总计1亿800多万元 华林县议会在4月份召开临时会的时候 民政小组也通过了这笔预算 华林县府同时邀请民政小组 洁安乡公所社区发展协会 前往洁安儿少家庭福利馆预定地来说明未来的规划 华林县会民政小组在4月份的时候 通过了华林县府社会处向中央争取的 洁安乡儿少家庭福利馆行前计划 总金额1亿489万1639元 华林县政府社会处副优科科长林凤朱 并且邀请华林县会民政小组 洁安乡公所和社区的村民们来说明这次的规划内容 民政小组召集人张文文表示 他是相当的肯定社会处的用心 向中央争取经费是相当不容易的情况之下 获得全台湾评别的肯定 身为民政小组召集人则是会支持这笔预算 来造福在地的儿少家庭乡亲们 我想这个吉安儿少家庭福利馆 这个总预算一亿零八百多万 我们其实在上一期的会期 经费全数都通过了 那今天我们民政小组 我们各位委员议员 我们特别关心来到现场 第一个要了解当初取得这个土地非常不容易 取得了土地以后预算也争取到 那我们现在要进行整个整体的规划 我们来现场了解 希望说地方上的需求 然后再加上这个专业的设计之下 能够如期完成 这个非常壮观 而且可以照顾我们儿少的这个 儿少家庭福利馆 经过他们的简报以后 我们觉得县政府社会事务非常的用心 在这几层楼里面分别都设置很好的设施 非常完善 能够提供所有的乡亲 而后这个馆完成了以后 能够在这边充分的使用 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 谢谢社会处的努力 他们同仁都非常的努力之下 我们乐观其成 也希望这个工程能够很顺利 明镇小组赵经典张华文表示 花园政府社会处会选择在吉安厢 营宁段322号 主要的原因是 这一块是花园政府公有地 加上大吉安地区人口逐年增加 人口密度是全眩之冠 为了落实照顾儿少家庭的需求 明镇小组会全力支持这得来不易的经费 让花园政府能够顺利的兴建 就这样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谢谢大家